Hello大家好,我是Coton 今天就是1月19日 在之前的聖誕Vlog 跟Ricky說過 會上去Makeup School 試一下形象大改做 試一下All Bad 說回來,我從中學到現在 都是冬菇頭的 那就儘管試一下All Bad 還有這段影片會拆開 為什麼我一直都不All Bad的原因 那不說那麼多,Let's go! 不行了 我的鞋子? 其實很漂亮 Hello,Hello Hello 我們一頭拍一拍 開拍,開拍 對,我要你幾點 12點 說笑 你好,你好,你好 歡迎光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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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dy 開拍 開拍 3,2,1,Action Hey,大家好,我是Ricky Hello,我是Coton 今天就特地邀請Coton上來 其實就有些任務 因為我看到Coton在IG、Facebook 全部都是這個頭 但是我覺得可以有一點變化 因為我曾經說過 會不會幫你Jail All Bad呢? 然後想一想 上來的時候就說 不如我試一下幫你轉一下 有不同的髮型 因為你的髮型 是十年於一日的 我通常每次剪髮都會剪很少 都是維持這個形狀 那這個形狀維持了多久? 由中學到現在 就是你剛剛兩年前 不是 因為你的髮型很久了 我覺得你有點變化 你很嚴重 很嚴重 不夠放 那些藥 什麼? 要不要一些酒 我應該OK 你整支對嗎? 不是,水 水來的 我OK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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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髮型其實是由我中學開始 為什麼呢? 我想扮韓仔 當中有一點東西可以說 因為我小時候很白眼 我喜歡在公園排排去 那有一次我記得 我把我帶進去公園玩 就碰到頭 所以有拉在嗎? 又不是拉 是好像建了腫瘤 那我就一直都蓋著它 可以化妝 修化妝 看看會不會輪廓 或者樣子有什麼不同 有開始了 我們來 好大神 好大神 打了多久呢? 好大神 我也在想可以做到多少個 濕完呢? 噴一下打底 頭髮的打底 真的嗎? 頭髮不打底 你的髮質是很難很硬 或者改變你的髮質 話說剛才上來Ricky的化妝室 我認識Cotton大概三四年代 都還沒看到他把音向上撥 他的八年冬孤頭終於可以開光了 我待會大概五分鐘後 就會去見證Cotton的 那些叫什麼? 脫變的一刻 大家準備好了嗎? 搞定 有點像那些 這個髮型其實是分界髮型 但是不同的這髮型 是歪戴髮型 都不算歪戴髮型 這髮型不等於歪戴 歪戴髮型 歪戴就全部到歪戴上去 試過這種髮型嗎? 沒有 是嗎? 精神一點 你講到我好像病人 一直都死記重頭 精神異童成熟了 汗米收得不錯 多謝師傅 塞上頭才是 是不是GEL之後可以再轉 我可以了,你不行 因為你整個頭已經是GEL了 所以我剛才放的份量又不能放太多 不然一層就不會太激 最好是塞上頭再多一次 這個髮型真的不特別 被刺激膠 來了,我們 要怎樣 完 完 哈哈哈哈 是相片嗎? 是相片 正在錄嗎? 是啊 好,有課 完成了 完成了 因為你很喜歡菇頭 菇頭也是韓國的代表 所以我幫你把牙齒絲頭 可以的 中分應該是這個 大家最喜歡叫做什麼? 拱流頭 那瓜,可不可以拍一些 做雙分 好了 自由發揮 太多 我們來到第三個髮型 能不能把頭變回膚頭 很容易就變回膚頭 很容易 洗濕完之後 吹乾淚就可以了 我發覺你有很多頭髮 有沒有脫髮成長? 沒有,非常好 有兩條白頭髮 所以你不能脫髮 有白頭髮就不能脫髮? 沒有,不能脫髮 大家馬上去問一下自己有沒有脫髮 想知識 是不是真的? 95%的男生 95%的男生 95%都不能脫髮 但我只有兩條 我想他到50歲都不能脫髮 脫髮的機會率很少 真的嗎? 我明天要脫髮 我明天要脫髮 你明天要脫髮 你明天要脫髮嗎? 你不說嗎? 什麼時候? 我明天要脫髮 我不是說嗎? 你生氣嗎? 你不跟我說嗎? 剛才對話好像是 合錯我 第三個髮型 我們完成了 這個 這個就是把你本身的膚頭 做一點點變化 不然觀眾會說 我為什麼不把棉花焗過去 不是啊 我終於完成了三個髮型 這三個你最喜歡哪個呢? 突破性來說 我覺得第一個 是最突破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很少音會向上 但是那個髮型 你覺得那頭 可以保持住嗎? 如果我梳頭的話 平時遲一個小時 應該遲兩三小時 最喜歡哪個呢? 如果拍攝來說 第二個應該挺搞笑 挺搞笑 就是用搞笑和滑稽的形容 剛才我那個髮型 不是不是 型的 他馬上很害怕 我覺得這個挑戰 對我來說是挺成功的 但同時就是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大家不如告訴我們 究竟你最喜歡 Cotton的三個頭 哪一個呢? 記得在樓下留言告訴我們 好! 今天終於試了Ricky的手勢 非常之多變化 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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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夠力啊 不要 今天嘗試了一些新的 也很感謝Ricky 幫我做這麼大的事 今天見證到Ricky的手勢 對啦 我覺得第一個髮型 是看不習慣的 就比較成熟一點 然後第二個 就是恐龍頭 特別 叫做搞笑 搞笑 第三個我覺得很低過他平時的 因為他平時太頭盔了 這次有些質感 有些類型 很偷很多 不要教那麼多東西 遲一個小時 你遲一個不可以做 拖了一天 以後來拖一天 喜歡這條影片的 記得like、subscribe和share我的頻道 還有呢 就跟Ricky的頻道 他很多時候都會教別人的造型 還有把一些 我都說 其實他真的不好看我的影片 不是 不是 我怕軟 就是把一些比較上 普通的東西 變成很漂亮的東西 大家都可以看我們的影片 準備好 準備3 2 要做什麼 我們事不宜遲 好 死我了 好 好